哈喽我是卡老师 现在开始 这一专不要 实在非常方便 好上屏板很一样 好了 把它借起来 把它变回一个手机 上星期我在分享 我买了一台新的手机 它可是这个界点型的 很多人都在问 你已经有这么多IT的器材 包括平板 手机还有电脑 还有人套出你要买手机 也不要买这个品牌吧 我今天来告诉你 我买它的真正原因 只是他们说是对的 手机我有 我不是用苹果的 我也是用普通的安卓手机 而我对手机的要求 也不是很高 我用的价位 就是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 现在我手上这台OPPO 用了不过一年 只要我换手机 我应该把这一台放出去 以后就用一台 我现在手上两台手机 我要给他们不同的任务 因为我个人觉得 手机的功用 应该是通信吧 比方我们在香港 用这个WhatsApp 你们在那里 可能用这个微信 还有就是其他的写照平台 好像链书啊 什么油管啊 西瓜头 等等 我都把它放在这里 当然手机也有其他的用途 比方购买东西的平台 付钱的平台 还有作为音乐唱作的软件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用来玩这个软件 刚才我说的是 有一些手机是胜任的 但是有一些不怎么行 比方用它来玩音乐 肯定不急我拿一个大的iPad 再打开这个garage band 来得好吧 因为这里有一个大屏幕 可以弹琴吗 现在在学校里面 我有另外一台iPad 再小一点 再方便一点 所以它是一个9.5寸 这是一个12寸 这个屏幕没有这个大 但是已经很好用了 所以用来玩音乐 你应该用iPad 而不是用手机 而用这一类电池产品 或者是平板 或者是电脑 对我来说 还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用途 你知道是什么吗 对了 就是剪片啊 现在可乐市 好歹也是一个头条的播主吧 虽然粉丝就要一万八千 但是每天要看我视频 听我创作的人也不小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 油管的平台 也是跟我的头条同步的 所以我每一天 都要做这个视频的剪辑 当我剪重要视频的时候 我经常是用电脑来做的 因为我有很多的素材 也是放在我电脑的硬盘里面 所以当我做一些standard的教材啊 还有做这个婚姻 调音的工作 还有就是做百片视频的剪辑 我通常都是用电脑的 可是因为我现在是个日更的播主啊 每天我都做一次视频 好像现在的情况 我是用计划去做一个话题的视频 有的时间我是寄信的 拿起手机或者是平板 我就马上开拍 而且在机器上马上剪辑 马上发布 反正这个时间我不用电脑 我只用跳船便习的细材了 谈到剪辑 你又会怎么样跳船 我台面上这七个器材呢 用这个嘛 哇肯定是太大了 我拿着它怎么这样去开拍啊 这么重 对吧 拍好之后用它来剪辑是蛮方便的 因为它有apple pencil嘛 那是太太麻烦了 用这一个吧 我相信还是可以的 它也不是太重 我也是个用它来害拍 而且在上面剪辑也是蛮方便的 因为它也有apple pencil嘛 但是大家在街上 始终没手机那么方便 所以之前我做的视频 用的最多还是我这一台手机 很多人都用手机来拍视频啊 派人之后 还可以马上做一个剪辑 可是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屏幕这么小 肯定没有iPad用apple pencil 怎么方便啊 所以后来我一买了这一支简单的笔啊 那就更紧绝了 但是到了做这个字幕的时候 字幕这么小啊 输入的时候应该放弃用笔 用手指头去打这个文字 或者是用无音输入 手机确实可以胜任的工作呢 直到我发现这一台手机 我觉得不买不行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说啊 这一台手机 你当然可以把它当成 平常的手机去使用 好像刚才我说 剪辑 跟这个没有两样 都是一样的 但是当你发觉 它的屏幕太小 输入字幕不方便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变大 变成这样 就跟这一台iPad很像是了 看到了吗 大小差不多 所以它既是一台手机 也是一个平板 我买它 我不打算放弃我用开的手机 这个手机还能用的 而我买它 更重要是取代这个iPad 处理一般的事物 我用手机 剪片的时候 我用这一台 那哪些人问我 为什么不买一台更好的 把手机也取代了 这个当然是好的 但是一台好的界点手机 比方滑而回 或者是三星 很贵啊 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付出不多 不过几千块 拿到一个合一接的平板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今天花了一点时间 为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要多买一台 牛鱼的界点手机 我以后有多多利用它 为大家做好的视频的 好了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关注点赞 及转发 再见